花蓮縣文化局圖書館因為館齡將近40年老舊要在原地重建 預計在三年之後可以完工 重建期間文化局在演藝堂設置臨時圖書館來服務讀者 雖然是設在地下室但是空間還算明亮 二月底前借書滿額、打卡、新辦證都有小禮物 因應頒簽作業 舊的文化局圖書館從去年12月全面閉館 新建圖書館提供東區資源中心以及文化館場 期刊、報紙、縣內通月、兒童閱覽區、在地作家區等服務 也有50多個座位提供民眾閱覽自修 那因為過去公共圖書館的書要流通到每一個學生的手上 那特別是中南區的小學校其實相對是困難 那我們除了學校卡、班級卡 透過老師的協助書可以送到學校去之外 我們開通每一個學生的卡 那未來家長、學生以及學校老師就可以利用這樣子的服務 來在教學上面、閱讀上面、生活上面 能夠享用我們所有公共圖書館的資源 文化局表示新館重新啟用前 都由臨時圖書館提供服務 維持週一休館 週二到週日上午9點到下午6點開館 2月28以前民眾借閱10本以上書籍 新辦證、圖書館打卡都有不同的好理 記者臨結、花蓮室採訪報道 至少 次項美劍